受到過去幾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以及3C產品使用不當 衛福部基隆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師表示 學齡前也就是6歲以前的孩子 語言發展遲緩的案例有增加的情況 原因是家長和孩子 大部分都關在家裡 生活經驗變得非常的少 那你們可以想像嗎 小孩子24小時都跟你相處 家長都快崩潰了 你能怎麼辦 你就把3C丟給他 所以這就是一種學上加霜 如果說生活刺激都只有在家裡為主 然後還有使用3C當保姆 確實發現孩子的特殊性啊 專注力降低 會比較容易忽略 會造成他的語言發展是遲緩的 他可能比較沒有跟人有互動的機會 那他的語彙量就會變少 或者是即便他有詞彙 或者是有句子用在生活當中去提要求 餅乾我要吃餅乾等等的 但是他描述事件或連結 處理那些語言的訊息 也會變得比較跳躍 對就是讓他的大腦神經 沒有得到很好的滋養 從正常的會變成比較 因為就是專注力的影響 就是會比較影響他的語言發展 也因為語言發展遲緩的案例有增加 再加上早療能力不足 需要接受語言早療的孩子 必須在醫院排隊等到半年左右 才能夠接受到語言的專業治療 以其他治療來說的話 比方說職能和物理的治療 他們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就是可能一個月以內就可以排課了 但是語言治療的話就會稍微慢一點 這樣子可能要等到半年 各個醫院都是這樣子 語言治療師提醒家長 如果孩子在一歲半到兩歲之間 被發現說話時還是沒有出現 雙詞組 例如媽媽 抱 冰冰 冷 並且伴隨孩子缺乏眼神接觸 及指令理解不佳等狀況 就要趕快就醫檢查 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利用圖卡兌換溝通介入 以及核心反應訓練治療 過程中更需要家長的高度配合 才能有好的成效 我們也真的很需要家長的 一起卸力幫助 我們會希望家長把治療師給的建議 真的落實到居家的生活 像剛剛影片當中的媽媽 她真的就在家裡跟孩子練習 居家的溝通 她真的就要把孩子的增強物 想要的那個東西做成卡片 然後去溝通 而不是像以前這樣子 嘀嘀叫啊啊叫 然後就 好啦 給你 因為其實孩子也在影響我們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是大人 只會影響孩子 孩子在那邊 會不會緊張 會不會覺得很吵 會不會想要給 趕快給他 他就閉嘴了 所以像圖卡溝通的話 我會建議媽媽在點心時間 還有遊戲時間 可以陪孩子這樣子練 那時間差不多就是在 15分鐘到半小時這樣子 一天至少一次 家長現在都很忙 最好的話可以三次 一定有即時 一定有即時 那越早介入 我們一起來幫忙 這樣的小孩子 可以正常的長大 另外一個可能 我們也體認到 3C產品的適當使用 跟管制 事實上這個好像也是會影響到 ADHD的 那個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 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那這個 很多小朋友到真的上學 以後也因為這邊的 一個缺憾會進入那個 資源班 資源班 那資源班其實 有時候想想也可憐 他會被貼標籤 會被霸凌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希望說是在 他還沒就學以前 我們能夠有機會拉他一把 語言治療師也舉例新聞事件 因為語言發展遲緩的孩子 沒有及早接受早療 等到長大後 因為無法和家人及社會溝通 情緒無法控管 反而對家中長者家暴 或是變成自閉症 任意觸摸其他孩童 而被孩子家長狠揍一頓 就是和沒有及早進行語言早聊 有密切的關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